不可以關門做了沒有人知道的孫桑 但實際上香港有很多這些人 你拆了壽力牆一定會影響整個大廈結構 為何這麼多人做 原因是香港的建築要求是很高的 如果他做一次想一次他早就被人拘捕了 他發覺做過也不用死 所以就拿去放 各位觀眾大家好 歡迎收看古壇事件 上星期因為有事就沒有錄影 今天仍然是私生和浩德在我身邊 兩位我們一開始就先講一講本土的話題 話說在地產界都很多人討論的事 在日出康城有個單位 有業主在裝修時拆了一部主力牆 引來很多問題包括結構或其他樓價問題 先生你作為一個地產界的代表人物 拆這些主力牆以你觀察多不多 其實對樓價或契有甚麼影響 很多業主買了一層樓會有原有的間隔 不是很適合他使用 但是你改變原有間隔 如果那個只是一個間隔牆 你拆沒問題 但有些是結構性的受力牆 現在有時免得整條柱 那個牆就用來做受力的主力牆 你拆了它 你上面的壓力就沒有東西撐住 要射去其他那些 如果你拆得多的話 你說拆完就不可以來 一拆一碟 所以買樓的時候就說得很清楚 你買的那些是部分業權 那些叫Equal and Undivided shares 買了整塊地、整座樓一定的比例 但不是普通你買了一個業權 這支筆是你的 你喜歡畫畫、寫字也可以 你喜歡用來叫東西也可以 但層樓的權益是樓上都有的 難道你剪掉別人的電線 封了別人的水喉樓樓上 不用辛苦 所以你買了樓是沒有權 拆了一棟主力牆 或者封了別人的水喉 所以他這樣做 其實就違反了建築條例 又違反了大廈公約 是超越他業主的業權範圍的東西 他應該是又要跟建築署申請 又要跟大廈申請 他不可以關門做了 但實際上香港有很多這些人 裝修有些新的大廈管理得好 你那時候裝修要不要人給一份圖織的管理署 有些大廈的改動是要的 要求大很多人都未必有 還有你私人地方 例如你大廈、中間、一些渠 你打算再轉駁 都要申請 正常來說大家都是好的 因為看看會不會有其他問題 所以有些業主要我買了做甚麼都可以 其實就不是的 如果現在這樣做了 就是你拆了那些壽力牆 一定是影響整個大廈結構 為何這麼多人做 就是原因 其中香港的建築要求是很高的 就是風險系數定得很高 就是拆少少出事的機會未必很大 就是這篇牆拆了它還連著其他那些 射到隔離那些隔離夠餐有餘 那就沒事了 所以就很多 這件事好像是設計、裝修師傅自己拿來宣傳 做一些東西放上 他在網台上放了出來就被人發現了 放出來 他當然是不知做過一次 如果他做一次想一次 他早就被人拘捕了 他發覺做過也不用死 就拿去放了 我自己如果純粹 留上留下都不需要那麼緊張 想下來的機會就很少 但是這個業主是有責任 既然被人發現了 政府也不會放過去 管理署也不放過去 其他業主也不放過去 也不能選擇 他說有快快去補救 如何補救才有效 等一些結構工程師去決定 先生問代理的問題 如果真的有一個代理 去代理這層樓賣給別人 但發現了可能結構問題 其實是賣不賣出去的 代理如果他做得經驗多 他樓上樓下都看過 他一進去就知道 嘩 嘩 小大改動 他可以拿回圖織出來 普通人未必看到哪一棵牆 是結構性受力的 哪些是間隔牆 你作開來是實資的 你棵磚牆是間隔用的 裏面如果有鋼筋的 你千萬不要隨便剪掉 但你代理這家屋 發覺作了改動 第一件事你先要告訴業主 你作了改動 你賣出去的時候 如果買家發現 臨尾發現 他可能不要踢契 所以你一早在合約說明 這裡有些改動 買家不介意 他不可以因這件事要求取消合約 別人如果沒有寫明 到時又會被人踢契的機會 另外那個代理自己也要聰明 對呀 說這件事如果賣了給別人出了事 追了我 那你可以怎樣做 你可以說 業主這件事我不敢代表買家 我只能代表你 你要我這樣說 或者你不要我這樣說 是你的決定 我是你的代理 如果你是代表買家 你一定要告訴買家 這裡有結構性的改動 不知道他之前有沒有申請過 你要查清楚 都有風險 最好當然叫業主做好才賣 所以買樓的時候大家也要小心一點 因為這件事的出現 買樓的時候要找專業人士幫你看看 應該更加好的 當然好不過要錢 通常你叫業主去叫經紀去看 他說錯了你很難追究他 因為他不是結構工程師 你問到愚瞞 你病了去街邊找個嬸問一下他怎樣醫好 那就教錯你 都不關他事是你不信 所以買的時候也要小心一點 講開地產的新聞 其實都有一個新聞 可能比較少人關注 就是關於市建局 好像重新檢討 關於同區重置的時候 七年扭寧的安排 賠償安排 因為他們的負責人都覺得 可能賠償金額或其他東西 已經有少少過時 先生你怎樣看這件事 這件事一出來的時候 我已經不贊成 早過2001年 去研究怎樣賠償的時候 我認為幾多年的新樓 其實全部是一個主觀的判斷 我自己認為賠償 我當時提出另一個做法 就叫做市值賠償 恩率安置 就是兩樣考慮 賠償你值多少我便賠多少給你 為甚麼 即市價 是呀 你層樓值多少我便賠多少 最多你說計算你的重建價值 現在市建局或政府為何用七年 其實它是不用重建價值 只是叫做益你 你層舊的我換層新的給你 一般人覺得 我層舊的換到層新樓 七年樓令的新樓 因為早期很多樓未蓄盡 還有重建時可以蓄突些 現在再蓄那些 本身都蓄盡了 沒有甚麼重建價值 你變成要收它回來 你一來就虧了一段 師生的意思是很舊的樓就少一些單位 後面的樓就多一些單位 地積比率 即地積比率已經用盡了 以前沒有用盡 你建的時候可以建多了 建多了你給一些舊業主還有一個數目 但是如果現在沒有的情況下 你市區重建 鋪鋪都蝕本的話 社會的成本就很大 因為現在香港達日超過50年的樓齡 樓是越來越增加得多 在這樣的情況下 你要加快的市區重建 你如果客客賠的時候已經賠得的話 市建局有很多錢 社會要不斷注資給它才做到 這是增加整個社會負擔 政府出線政府錢哪來 都要抽稅收費 其實我認為這個賠償 以住宅來說賠得多過多 反而整天舖位就吵說賠不夠 因為他們做生意 當然作為給收樓的業主來說 我當然想賠多一點 但我認為七年是偏鬆的 如果是市值賠償 你值多少就賠多少 至於裡面有什麼租客 有些困難戶 你便因恕去安置他們 之前經常爭吵 有些五年有些十年 行辦一個主觀的判斷 以市值有得猜 值多少就賠多少 但社會會否有問題 如果不是重手賠償 那些人又未必肯這麼容易安置 政府有法例去收樓 政府是可以收樓重建的 強拍是另一件事 降低的強拍門欄 都是加快市區重建的需要 其實對於大部份小業主來說 他們是想重建的 因為重建是層樓可以賣到好一點的價錢 好過現在層樓越來越舊 一時又撕壞、一時又爆水後 有很多維修費 有時倒塌 我看過有個案子 有一座大廈倒塌了一些石屎下來 摘傷人 要賠 整個大廈的業主都要加錢去賠 那些小業主有老人家 根本沒有錢賠 全部都要破產 所以這個問題 我覺得要加快市區重建 這個是社會的需要 我見有些說法又說 事件局向小市民開刀 這些不是這麼刻藥的角度看 應該為社會整體利益去考慮 我們討論過一些本土地產的問題 講一講兩地矛盾問題 上星期我們沒有錄影 其實也發生了一件事 也有很多人討論 就是關於國泰空姐 可能嘲笑一些乘客 講到很英文的一件事 但事後發現網上 有些內地的網民 要考驗國泰空姐 或者其他香港服務員 你認為中港的矛盾 可能人民之間的矛盾 互相對價值觀不同 有些衝突 其實這個問題是比較難解決的 我自己認為 在一國兩制下 你既然有差異 就會有矛盾 因為你內地有內地那套 價值觀管治模式 香港又有另一套 等於你去一個二國 不同的生活習慣 不同的價值觀 都會有一定的矛盾 香港和內地有沒有矛盾 說沒有 是假的 但不是嚴重到 真的變成敵我矛盾 所以我不贊成 將這些矛盾激化 加以誇張地強調 即無論哪邊都不應該這樣做 網上有一些不恰當的言論 是經常有的 現在你上網看看 我們的節目有很多留言 有不同的人看法 我覺得全部都沒有 是把他煲大 這些事情應該大事化 小事化 那個矛盾 我認為不應該去到敵對化 所以大家互相看兩者的問題會比較少 今集的時間到這裡 下一次我們討論 投資和經濟問題 我們下一次再見 這次港股內地的股票表現差於其他地方 與內地經濟的處境不太樂觀 是有主要關係的 今年更多了一個大家新的擔心 就是地方政府 地方債 地方債 就開始有問題 我當然希望中國好 由政治分析 就是一個比較難解決的經濟問題 到投資理財 樓市動態 到生活品味 記得訂閱我們頻道 按這個小鈴鐺 就不會錯過Finance730的精彩內容